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三角纹、色纹、方形纹、格子纹 哪种才是真正的富贵账纹 在人的手掌中主要有三条大的纹路 分别是感情线、智慧线和生命线 通过观察这些纹路的形状、走向、颜色等 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 而除了这基本的文献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样式的杂纹 如三角纹、色纹、方形纹、格子纹等等 通过这些杂纹的分布情况 也能够解读一些命运信息 那在这些杂纹中 哪种才是真正的富贵账纹 小将之今天教给将友们具体解读一下 这些杂纹的含义 一、三角纹 三角纹也是人手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杂纹 当三角纹的形状校正 且比较清晰时 大都属于吉利的象征 一起来看看三角纹在手掌中 不同位置出现时 各有什么寓意 一、三角纹位于十指下方 代表其人气质出众 有才干 做事严谨 有很好的毅力 抗压性强 通常能够事业有成 不会被埋没 二、三角纹位于中指下方 代表其人中年以后 事业有成就 理想报复得以实现 三、三角纹位于无名指下方 代表其人多才多艺 学习能力强 气质超群 才艺出众 此生能有一番作为 四、三角纹位于小指下方 是事业成功获得钱财的迹象 其人聪颖过人 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可以往商业发展 必定可以有所成就 五、三角纹位于掌心 假如手掌心出现 形状正且大的三角纹 是大吉大利的首相 预示其人 不仅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财运也很旺盛 而且会声明远播 很可能会成为领导级人物 此外有首相者不论男女 都能找到一位条件不错的配偶 不过三角纹 唯独不宜出现在砍弓 会受到行客而孤寡 六、三角纹位于婚姻或感情线上 如果三角形出现在婚姻或感情线上 则代表其人会因为婚姻或感情 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财产 七、三角纹位于智慧线上 会增强人的智慧 帮助其人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而且其人具有很好的变才 八、三角纹位于生命线上 这种情况分为两种 一种是三角纹压在生命线上 表示其人生命力比一般人强 且为人处事圆滑 有贵人相助 即受老板和同事欣赏 当官从商或者自己创业 都有不错的发展 而且事业成就很大 是享福之人 如伪端出现三角纹 表示到了晚年颇受人敬佩 另一种情况是 三角纹紧贴在生命线旁边 表示其人内脏部分有隐疾 如心脏、肝脏、胃等脏器容易出现问题 应提高警觉急早预防 假如出现不适 要尽快去医院检查 九、三角纹位于手腕线上 手腕线上出现三角纹 也是一种极力的象征 如在手腕线中心出现三角纹 表示此人具有天赋疾运 又很好的偏财运 有可能会继承祖辈的遗产 或者是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 据显耀之指 假如手腕线上有其他线 所围成的正肩脚型 并非三角纹 也预示着其人头脑聪明 在某方面具备特殊的能力 并凭此获得巨大财富 二、侧吻 所谓侧吻是指在手指或手掌中 出现多条纵纹 通常情况下 假如纹路清晰分明 大多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寓意 出现在手掌不同的部位 有着不同的预示 一、侧吻位于拇指 假如在拇指的第二个关节处 出现侧吻 被称为财富吻 吻路的数量越多 表示财富越多 同时也表示其人会更加忙碌 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 也会非常辛苦 二、侧吻位于食指 侧吻位于食指上的人 机灵聪明 能力出众 在青年时期就可以展露头角 获得不错的成绩 假如侧吻位于食指根部 则被称为小人吻 代表其人会以能力出众 自信强势而得罪人 招来别人的嫉妒 从而在工作中为其制造很多麻烦 侧吻的数量越多 越容易招小人 三、侧吻位于中指上 中指上出现侧吻 表示其人适合在土木 房地产或建筑领域发展 会取得很大成就 并赚取很多的财富 四、侧吻位于无名指 无名指出现侧吻的人 性格洒脱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愿意受约束 适合从事自由性相对较高的职业 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 五、侧吻位于小指上 小指上出现侧吻的人 同样不喜欢束缚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更容易出成绩 假如侧吻位于小指根部 被称为财运线 表示其人有着非常好的财运 也很容易大富大贵 侧吻数量越多 财运也越旺 六、侧吻位于 金星球 假如金星球上出现次吻 表示其人精力充沛 协调能力强 气质出众 在艺术方面有特殊的才能 可以凭此获得一定的名气 三、方形文 从首相学的角度来看 方形文代表的是一种正能量 可起到逢凶化吉的作用 当人的首掌中出现方形文时 通常都是寓意吉祥的 当然在不同的部位出现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 一、在各掌丘出现方形文 木星球保护权柄 增加野心 能逢凶化吉 土星球 止壳面风险 能逢凶化吉 假如方形文的角边出现红斑点 则表示能躲过火灾 太阳球表示可以避免或减轻灾难厄运 减少事业上的名誉损失 水星球表示可以避免意志不够坚定所导致的危险 月球表示可以保护用脑过度的危险 避免水灾 第一火星球可化解危险 避免刀枪伤害 第二火星球表示可避免刀剑之伤 金星球 唯独此处出现方形文是一种凶杖 预示着奇人一英年早逝 二、在掌心出现方形文 掌中出现方形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好 做人坦坦荡荡 做事单纯 不会在背后使用小手段 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 此外 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 奇人聚才能力很强 非常善于理财 花钱也很节省 绝不会盲目投资 通常都很有钱 而且结婚以后财运会更好 三、感情线上有方形文 感情线上出现方形文是一种不及的信息 奇人会经常遇到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 以致常感到郁闷和烦恼 有自毁之倾向 假如感情线处断裂 而在断口处有方形文框柱 则预示着即使有感情危机出现 也无大碍 最终都能化解 四、事业线上有方形文 事业线有四方形文 依附此旁 表示此人的事业或命运 获得意外的助力 有惊无险 五、生命线上有方形文 生命线上有方形文的人命大 能决地逢生 一生会有灵异事件发生 若生命线断开 但被方形文框柱 代表其人可逢凶化吉 假如方形文依附在生命线的旁边 或者与生命文没有接触 代表其人有牢狱之灾 或者酒瓶住院 假如生命线与智慧线的交界处出现方形文 表示其人有可能动过外科手术 六、太阳线上有方形文 如太阳线上有方形文 代表其人做事比较顺利 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很好地解决 四、格子纹 所谓格子纹就是在手掌中出现一些交叉的细纹 很像一个一个的小格子 当然的内心需求得不到满足 同时又很渴望得到时 手掌中便容易出现这种杂纹 当然格子纹在手掌中不同位置出现时 其寓意各异 其胸也各有不同 一、木星秋上有格子纹 格子纹出现在木星秋时 其人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 假如智慧线形状不佳 其人容易因为自负和傲慢而招致失败 假如智慧线长且下垂至月秋 则表示此其人头脑灵活 善于分析 口才好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二、土星秋有格子纹 土星秋出现格子纹时 表示其人喜欢思考 性格较为内向 有主见 但要面子 遇到挫折时容易陷入忧郁 三、太阳秋上有格子纹 太阳秋出现格子纹时 其人喜欢自我表现 有魄力 有野心 经济直觉敏锐 很有赚钱头脑 很多富商都有这种手向 四、水星秋上有格子纹 水星秋上出现格子纹时 其人头脑精明 机智灵活 财运较好 如靠近婚姻线处出现格子纹 则表示其人正处于单身状态 一旦走入婚姻 格子纹会逐渐消失 五、月秋上有格子纹 月秋上出现格子纹时 通常代表其人有忧郁妄想 正用倾向 假如智慧线下垂至月秋时 这种倾向会更为明显 六、金星秋上有格子纹 金星秋上出现格子纹时 代表其人比较爱美和好色 并且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爱 假如格子纹不满整个金星秋 表示其人思虑过多 劳神操心事不断 七、大拇指上有格子纹 格子纹出现在拇指第二节处 表示其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 赚取很多财富 但同时也非常劳碌和辛苦 八、食指上有格子纹 在食指第三节指付处出现明显格子纹时 表示其人财运旺盛 赚钱比较容易 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 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 九、中指上有格子纹 在中指的第三个指节处出现格子纹时 表示其人比较自私小气 贤财止境不诛 属于因为令私而致富的类型 其实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 就一定会怎么样 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 好的掌纹可能意味着 你拥有某种素质或机遇 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优势而已 但具体命运好不好 能不能大富大贵 关键还得看你后天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运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